現在本來總共有275位社區發展協會 來進行在地的當教學務 為了提醒協會裡面幹部的領立 兩位政府特別在8月10號 開始辦理4項的8份庫庭 讓社區運作更加順利 這讓社區需要照顧的事大人 謝謝 謝謝 管理事長 幫到更新競數來勤進社區理事長 願意來學習提醒社區當教學務 在現在高齡社會當中 社區發展社會教學是越來越重要 從今年開始一直到明年的5月底 總共有8位的理事長會進行改選 那今年的培訓總共有4天的課程 分成9堂課 有27個小時的課程 那另外有關社區的領導 還有團隊的培力 人際溝通 甚至社區的傳播 額少陪伴雜根計畫的推動等等 那才能夠帶領社區展現社區的特色 還有擾動社區的一個熱情跟火力 加上現在管理中共有279個社區發展社會 為了提醒社會幹部的領域 難道管政府特別在8月10號 開始辦理系統的培訓 對當中無論是法規 還要把你的祕訓 頂頂都進行相關的規訓 其中有關的就是社區管理的一些法規 這一部分可能在法規的上面 我們基本在社區上面的人員是比較不熟悉的 包括理事長也一樣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認識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社區的管理 他還是一樣有一個法規的一個程序在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認識 能夠對於這方面的遵循 能夠更有一個脈絡可循這個樣子 因為現在是電腦化 所以說很多東西都是比較新型的 尤其我一萬一種的六七十歲 都有點跟不上時代 所以一定要來接受一些新的教育 新的知識 當然因為這幾天最好 結果老師對一些事務上來講 讓人覺得對 了解了很多 幫助很多 那導管雖然認可落花嚴重 但是在社區登場合部的頂頭 是連三十四年來得到 中央有一個法規的第一位困難 也希望透過這種社區理事頂的不會分析 提醒社區基礎的力量 好社區的運作更加順利 就好社區來希望照顧的幾年 加林山 劉威玲 蔡博多